《影售》 講连少日記 近來我看得到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 主角是盧振業飾演的中學教師先生 鄭sir 在學校裏面 一個校工遞給他一封沒有儲名的遺書 而令到他想 查探究竟是哪一個學生寫這封遺書 故事是講述 另一位小朋友叫做阿傑 在電影中說 他經常被他父親鄭忠基和他母親韋羅沙的家暴 或者是種種的看法各方面 導演就是卓奕謙 也是他第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我讚賞的地方 就是他很深刻去反省香港的教育制度 以及周遭的父母怎樣去教導小朋友 這部電影是有一個很好的反應 其實這部電影也不只是香港 可能發生在東南亞很多地方 他們的教育制度都頗為相似 看到這部電影裡 鄭忠基不斷施以暴力 或者很嚴厲的家教 又或者是講述的阿傑仔 又是一個弟弟 經常都作比較 所謂的比較文化 這些我們在香港長大的朋友 雖然我看電影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咬牙切齒 但咬牙切齒不是對於劇情的咬牙切齒 而是對於現實上真的很真實 尤其是在學校裏面 又要排名次 讀書不好又要留班 留班之後又要給先生威樂 還要給小朋友取笑 這些情境 尤其是我們在外國 看到外國受教育的小朋友 再看回香港的小朋友 真的有時候會覺得 真的看到外國受教育的小朋友 都是有一點幸福的 這部電影我覺得是最成功之處 就是這方面 有一個深刻的反省 但究竟劉振業飾演的鄭sir 和阿傑 究竟有什麼刮那間呢? 在這裡不移透露 只能夠說 這部電影發展下去 也是引人入勝 當中鄭忠基 改變了一貫的搞笑形象 一個很嚴肅的嚴父 每一次看到他 去虐待王子樂飾演的阿傑的時候 我看得很深刻 因為王子樂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由他飾演被家暴的小朋友 更加帶有一份觀眾 援起一份同情心 這部電影已經是 接下來的金馬獎 第六十屆金馬獎 已經獲得五行提名了 包括最佳劇情片 最佳新導演 最佳原著劇本 劇本和導演 都是著極謙所寫 還有最佳剪接 也是著極謙有份剪接 最佳南培國 剛才所說的王子樂 也獲得提名 這部電影值得去捧場 倫敦接下來的星期五 也會上映 是有得觀看的 記得支持我 訂閱這個頻道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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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